专为十一儿童成立的 正兰儿童家园被诈骗集团盯上 董事长严清彪亲自召开记者会 彪董一声抱歉 隐约含着怒气 原来诈骗集团假借系统重整 打电话要求捐助者提供 信用卡资料获到ATM网银挥款 八人上当受害 金额将近百万元 为了照顾十一儿童 募集社会爱心 彪董过去还曾亲自拍搞笑影片 做宣传 没想到被不法集团 冒名诈骗 原来是负责公益网站的资讯公司 遭到骇客入侵 就怕其他社服机构的资讯也被盗取 大众爱心被利用 年轻飙紧急轻上火线 不让诈骗伤害持续扩大 三天新闻林伟志 正月龙张正好 台中报道 好